你住在南半球還是北半球呢? 東半球還是西半球呢? 哪裡都無所謂 歡迎你來欣賞 家國港產扮爾粉之羅馬篇 衝呀 好,7月14日 我們現在在機場準備開始 羅馬之旅2014 為什麼會這麼無聊在這裡拍影片呢? 因為我們的機器9點鐘 現在6點都未夠 我們連入閘都不想入 事緣就是因為在這個繁忙時間 叫機場的士 它是會和你自動用那些收費公路 但是不用你付錢的 我們失掌預算 但是都算是一個很開始 在繁忙時間 1分鐘過多小時 2個小時才去到機場 誰知現在送的聲音去到 我們發現了一些很搞笑的東西 Zoom過去British Airway 我們看到這個British Airway 它有這些1,2,3,4,5,6,7,8,9,10個Kios 幫忙去Check-in 鏡頭一轉 我們來到這個區域 很多人在Check-in WestJet WestJet 都已經貴為加拿大 最智慧的一欄 我們看一看 大約有22個Kiosk Boots 給人家AutoCheck-in 為什麼我們說這些東西呢? 因為 鏡頭一轉 現在我們終於來到這個 我們搭的飛機AirTrancer 你看一下 那些Boots 為什麼沒有Boots 然後你看一下Counter 基本上就是全人手控制 我們之前都知道AirTrancer很便宜 我們今天終於感受到 第一次用Nexus 4的麥克風來錄音 現在證實了效果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真是怎麼辦呢? 不要管了,休息一休聽一首歌吧 Show me a garden That's bursting into life Let's quest time Share some cars Around our roots I need your grace I need your grace To remind me To find my home And if I lay here If we just lay here Would you lie with me And just forget the words I need some scary cars Forget what we are told Before we get to home Show me a garden That's bursting into life Oh there I am And all that I have words Is here in your perfect eyes They are all I can see I don't know where Confused about how it's well Just know that these things Will never change For us at all And if I lay here If we just lay here Would you lie with me And just forget the words And just go there Naomi When they leave there And friends And they go to the hotel And when they take ii And they enjoy And as a while And the weather And when they leave the hotel And when they leave the hotel And they end up And that's the hotel And it's time to do 好,第一日,2014年的Italian Trip 就来这间叫Euro Garden 就是在Rome的第十一个区 来吧,Euro,我们进来了 看照片很漂亮,通常人家就说打七折 这间都OK干净的,但进来就是我们打五折 你别动,让我跳进去 首先房,跟我们去年Scotland差不多 但我们是说跟B&B那些差不多 比前年日本是阔落很多 但进来那一下,你其实看一看 我不知道现在你们的镜头的灯光是怎样 这个组红色,就是Grandma style 这个不用了,自己看都知道Grandma style 这些牆当然是说style 但我们心目中就觉得好像掉了 那样,你一看过去都真的 Wallmark都不入货了 那就是,有一张桌子给我们做事 那这个就,哇,好紧要啊 他这里呢,就说 Please find a bottle of water in the minibar with the accompaniment of the management Management呢,给我们这支水 所以我们呢,是要很感动的 因为,我们一会 我们一会看看,有没有水煲 借给我们,我们这些半backpacking呢 水煲就最重要了 你能拍到我吗? 你能拍到我吗? 嘩,真是 可以 嘩,是不可以练功的 会打爆玻璃的 红色街村,下几个专业的摄影呢 就非常非常之漂亮 来到呢,又是Grandma红 那个浴缸,这个浴缸很深 我想它弄的时候是真的被人浸 但是你看到这些长跡呢 不过游戏 我看到那时候洗澡也有点烟 嘩,嘩,嘩,嘩 意大利Style,在一起了 千万不要两个人一起了 啊,要不然掉进洞里 嘩,这些真是 效感动天那只 真是 害怕,有多大 不过抽气线有多厉害,未知 咦,打完一下不再打的 是不是我弄烂了 喂,没有抽气的 80年代的厕所水箱 90年代的抹屁屁 Paper Tower 60年代的救命钟 加上一个亮亮亮的facet 不过黏在脱皮的墙前面 哎,没问题 走人,入货 EURO GARDEN 虽然距离罗马的西斯英Sport很远 但就在罗马其中一间最大型的百货商场 Porter de Roma附近 今次我们入货很容易了 Porter Roma里面有一间超级市场 OK大,OK干净 都OK有多少古灵精怪 加拿大超级市场里面没有的东西 不过我们之后那九天最主要都是行山行路 所以水和水果就是我们主要的入货目标 其他都不理得那么多了 但也在那里我们发现了一样值得为意大利高兴的东西 就是他们的水果市场 除了一些意大利自己不能生产的水果之外 所有的水果全部都是意大利自己的产物 这样不单止保护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果农 更值得开心的是他们的价钱非常之低 差不多是加拿大的三分之一 怪不得意大利人吃这么多卡布都可以 熬了这么久 都有OK有趣的东西玩一下 你看 自助情绪过击 唉,还玩不停,救命啊 第二条起床简直就是超级无敌超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已经决定了不开车到罗马市中心 危险啊,会炒的 所以之前漏夜就走到front desk那里 和receptionist商量一下究竟我那个巴士转地铁的路线图有没有问题 谁知有惊喜啊 Permella竟然告诉我们 原来Eurogarden是有免费的的士车车我们去附近一个火车站 而这个火车站是可以直达downtown 嘩,绝对是加分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我原本的计划 首先我要走7分钟到巴士站等车 然后根据google direction 由巴士转地铁是要56分钟 但你不要忘记我条命从来我都说的了 就是先整股后安符 所以一定出事最少过半钟啦 好了,你当我开车到downtown 哇,用我们的GPS来在downtown拍车 不得意大利 另外,在Rome,downtown拍车 三个小时,当一日计 24EUR啊,大佬 所以有什么办法不感动啊 3527? 啊不是,Permella,多谢你啊 站名大家看到了 Saxarobra 距离downtownflaminio 总站只不过是8个站15分钟的距离 正啊 火车到站了,你看多有型 哇,被人噴到 在多伦多,你试一下车身被人告到你趴在那裡 不过,罗马的火车比多伦多的就更要残 因为他们的总站Termini是1931年标的 而加拿大系统就是1942年 至于以大利人那么珍惜他们自己的历史 他们的火车分分钟真的由1931年用到现在 那没得说啦 快就来到Flaminio Terminal 唯一不同就是我原本的计划 就在东面Closio那边开始走过来的 那是因为罗马的旅客每年数以千万计 你想享受古罗马竞技场和前面那边广场的宁静 只有靠日出东方啊 不过,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在过Botanical Garden的西边 即是近Fatican City那边 那怕我们都将会和很多鸭仔同行 没办法啦 但是,在离开这个火车站之前 容许我这个和很多上一代的小孩一模一样 对火车站情有独钟的人 留在这里多一会儿啦